再說一說 我看了淑谷 淑谷你們初賽 踢了一些 其實踢這個 你三分鐘內 沒有可能全部 用它的體力 或者用身形 去打這些比賽 因為其實這些 是等於我們平時練習 一對一 一對一 加兩個龍門仔的遊戲 我們在一對一裡面 我會有什麼要求呢 多些假動作 多些個人技術 去展現出來 就不是說 一直拉過去 跟著好像打摔角一樣 況且你三分鐘 你不是打三十秒 你打三分鐘 如果你三分鐘 都是這樣踢 你好快就已經強了 好像 紫浩 剛剛 紫浩為了懷仔 是不是 已經根本 後來提起腳都沒有力 那我怎樣 等多些機會 我每一次做遮線 我每一次做防守的時候 我就留意我自己背脊 要防守 Defend 裡面的龍門那個位置 那我遮了一條線 根本它就進攻不了的 它就任由它看著沒有 那當它一進攻的時候 我就想機會偷到它的球 然後做個反擊 對不對 永遠 還有 我都說了 防守的時候 防守的時候 不是一定是被動的 我可以騙騙騙它 那它一推這邊 我就搶它 對不對 就是要多一點用腦 不是多一點用力 大一點怕 知道哪裡 是在技巧上面多一點 就不是在體力多一點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我很注重 反而我一會兒 我很期望一些 中前場技術一點的 技術一點的球員 贏這場比賽 那如果最後 如果是Alex贏呢 那我很傷心 我不是在那裡 你踩最高的球 你踩最高的 你踩最高的 你也是踩最高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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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粉絲都好 喊一下聲音 好嗎 要當一下 好嗎 你踩最高的 你踩最高的 好嗎 好 好 好 大家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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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